哈囉大家好我是小編 今天的這個活動呢其實就是讓大家去挑戰BOSS 就挑戰一大堆的BOSS 但是一天只有一隻 那這個活動跟以往不一樣的是喔 它會真的讓BOSS是有一點強度的 而不是說以前那個隨便殺一殺就死掉 那這個是務必要去注意的地方 因為它從活動60級以上的玩家的角色 你就可以去參加這個活動 也就是說高等玩家跟可以參加這個活動的玩家 等級差距會非常的多 那對於低等的玩家來說呢 這個BOSS的強度可能會對你來說有一點吃力 所以小編的建議是 如果你的等級在70級以下 或者是你雙防沒有破百 就是像我現在這個狀況 63級然後防禦沒有破百的狀況下 建議你的補給品稍微代購一點 那大概也不用太多 大概就是你死掛的時候需要的那些補給品 包括你的材料 包括你的藥水 藥水是比較重要的 那如果說你防禦真的很低 譬如說只到60級的話 那這個的話我就建議你會帶一點沉水 會比較保險一點 因為活動進去之後你只能進去一次 一天只能進去一次 那失敗的話就會沒有辦法得到這個獎勵 好那補給之後呢 就可以準備來進去這個活動的地方 那他進入的方式很簡單喔 我們現在在左邊這邊 有看到一個重複任務 和首領特殊相遇 好這個點下去之後 他會直接進到商城 好那右邊這邊有一個無界擂台 的移動捲軸 那每天會不一樣 那他只要花5萬的天幣 就可以進去 好那我們先買 好 買了捲軸之後呢 這邊就已經有一個啦 這邊就已經有一個啦 那我現在 確定一下我的補給品是夠的 好那要不要吃龍珠這個是看個人 看個人自己決定了 要不要吃龍珠就大家自己決定 不過我們還是來買一下 大概隨便買一下 因為進去的這個boss其實他除了 有boss之外他還會召喚那個小怪 他還召喚小怪所以所以強度來說 還不弱 好那 待會進去之後我會再跟大家講詳細一點 好那我們現在準備好了我們就直接飛進去 好然後你看喔 我現在先跑 這個利卡溫他 他除了自己之外啊 他還會帶一些小怪 好那我的建議是 先清小怪 先清小怪然後再清猛 你用AUTO的模式他可能有些如果你看你的設定啦 我的建議是先清那個小怪 然後再打王 旁邊有小怪的話你就先打 這樣子打起來會比較輕鬆 好因為待會 這個利卡溫他還會再招第2波甚至第3波的這個小 好那我們現在就 就讓他自己打 好你可以看到這個利卡溫其實還蠻硬的喔我的血已經掉到 掉了三分之三分之一去了 好那幸好還撐得住啊還扛得住 好那如果說你的真的被打的血 是補悟回來的狀況的話建議就是拉打 好怪物不強 應該說強度還好 好建議就是用拉打的 那有小怪一定先清小怪 好你只要看到這個角色目 目標啊 紅色這個框框目標移到boss的話你就把 把他扁走 小怪先清就對了 大怪最後留給他 這個是雞排嘛 雞排最後是 來可 小怪清完了我們再來清大怪 他所有的怪物 所有的boss都是一樣 都一定會招小怪 那數量的話就不等 數量不等 好那 攻略方式都一樣 那每一天每一天的王強度其實有一點差 好不過你 如果說真的像現在打起來 第一關利卡溫算是蠻簡單的 那你第一關打起來如果說真的覺得吃力的話 下一次你就直接從這個 呃直接帶這個 沉水進來 這樣會比較輕鬆一點 好那剛剛 地板上的這個道具大家都有看到 大概就是這樣子 名譽幣啊魔法卷軸啊 然後正名的硬幣 好然後龍之珍珠那剛才 有人從這個無界雷台裡面一樣喔 達到這個稀有能力 長缺香 好那這個是 算是不錯的獎勵啊 我算是不錯的獎勵他直接直接就能達到 好那 解完任務之後呢可以拿到 一個金珠 黃金珠的寶箱 然後一個節慶的 碎片 碎片可以留著用 好那這個寶箱的話呢大家可以去看一下這個 網站上面喔 他可以 他可以去做一個叫做 隨機獲得道具 你可以隨機獲得道具 不然我們來把它開一開 這個 拿來換東西的 獲得100個變身製作銀幣 好那以上呢這邊就是 利卡溫也不是應該說是 每個 每天啊 每天這個挑戰boss 連續21天挑戰boss的這個活動介紹 那攻略方式 就是 第一個 我再整理一下 第一個先補幾夠你的 材料 你的材料 跟你的藥水 好那如果是 雙防100以下的 建議 洪水代購之外 再帶一些 沉水來以備不時之需 好那 因為 這個怪物的強度 他有一點 有一點痛 所以 你還是要把這個藥水 補足以免 好不容易進來了 結果打不過 好那第二個是進來戰場之後呢 你會看到boss 跟小怪 那一定 請記得 如果你能力不夠的話 一定先從小怪先清 小怪清完之後再清大怪 那每一隻boss 平均會召喚 看時間啦大概是兩次或三次的這個小怪 好這個是不等 那只要有小怪就是 以小怪先清 再清大怪為原則 好那這樣子的話 就會輕鬆很多 那能不能達到寶就看大家自己的運氣了 好那以上這個活動呢 就跟大家介紹分享到這邊 感謝大家的收看 我們下次再見囉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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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